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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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各种各类的情 那我也跟他提到说 最近发生到这张罗友是哪里家属 或者是这个中国文化少呢 还是不想知道的 我说我想给个人当作靠外指路 就是老师自己一讲 我说同学也一直告诉我 他前天太老了 不行 特别他说不行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痛苦 那我说前天太老 那比他更老的人不是更老吗 你都会在同虎人的中心 那他就说 那我们觉得跟思想是不一样 我自己没有碰过 我自己没有碰过 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如何说服这些 就是我们思想是怎样 是带来真心的 其实就只有自己在不同的人 会诠释出救你这些真心的 那我在想 我要怎么样可以 说服多一点的人 可以同虎这个行为 先不要说服吧 就由他去吧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 这些认为前天太老的人 可能有几个观点 是他们原先对前天的认识 第一或者他们认为前天是文学 就像你那个出版社的东西 他认为前天是文学 他认为前天是文学 然后文学太老了 其实你说的对 我们到今天来看这个 十七十七 十八世纪 十九世纪 甚至于去看伊利亚特 西方的东西 大家都不显老 可是在这个 一般人来说 却会觉得前天的东西老 那是因为对于传统中国本身 觉得都是以前的清代的 那些东西都应该过去 我们应该朝向一个新的路上走 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 他们并不认识前天说的不是文学 前天没有文学作品 前天是纯粹的学术作品 那么这个纯粹的学术作品 基本上分两大部分 一大部分的纯粹的学术作品 是历史性的 是考据性的 那么这个部分来讲 到今天 凡是专研这些部分的人 都没有办法去否定 他在这方面的成就 他的最大成就 他是中国考据学的最后完成者 不但是最后完成者 而且向前推了一步 考据不只是版本的考据 不只是字词的考据 还有思想也可以考据 他最出名的 到今天可以仍然站得住了 哪怕大陆出土了好多版本的老子 他本身仍然站得住脚 他就是思想的考据 那么他的考据透过思想 透过老子书中所呈现的思想 以及老子书中最高的那个理想境界 然后再跟庄子比对 甚至于再跟其他猪子比对 那么可以看到老子的思想 基本上是完成于秦汉之际 至少在西元前260年左右趋向成熟 现在大陆有人把出土的 他竹简本老子还有博书老子 因为多半都以德偏 老子的道偏德偏的德偏为主 我们现在传世的老子是道偏在前 德偏在后 而出土的都是德偏在前 道偏在后 甚至于偏中德而没有道的部分 比较很少很少 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姓吕的吧 叫吕上吧 就把他整理了以后 认为真正的老子该得偏在前 道偏在后 这才是老子的本意 现在拼命在大陆上推动 那么大陆的学生 以及台湾的学生做这方面的 或者感兴趣的也都来问我 昨天还有一个来问我 我就把前行人的考证的想法告诉他 他也无话可答 那么前行人的考证 练出了老子书中最重要的词汇 和最重要的思想 然后来比对 庄泽那个时候有没有 战国时代所有的作品中有没有这个想法 那么我们再看春秋 在看春秋的时代孟子或者到孔子 更不可能产生 不用说别的 只有两个字最简单 帝王 论语从来没用过 庄泽都没有 那篇庄泽那篇都没有 可是帝王 是老子书中最重要的 谈政治人物的一个名词 是 庄泽里面的印帝王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吗 而老子书中帝王 而且庄泽书中的帝王用的很少 可见的还不是一个通行的名词 而老子书中常常用帝王 帝王知道怎么怎么的这个 那么可见的 这个思想的完成 应该是在庄子之后 不止这个 我就是挑出这两个字而已 也因此 钱先生从这个地方来推论 然后他拿版本学 然后文体学 比如我们看论语 为什么是 学而实习之不以乐乎 有朋之远方来不以乐乎 人不知而不予不以君子乎 何以孟子 在发展 他的文章气势 已经逐步在开展起来了 然而他所说的 所有的道理 还是用 势力 用故事去陈述他 甚至于到了庄子 哪怕讲印帝王 也都还是 也都还是 金帝王应该是庄子的最后一 那篇的最后一篇吧 还是什么 还仍然是 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不要说什么一下 忘记掉了 预言 预言 文体 从文体来讲 哪怕是讲 印帝王 基本上 基本上 还是 从事例中 从事例中再说 他没有抽象的理论 为什么 因为谈人的道理 如果不从实际的事例 实际的行为作为 不注意去呈现 也因此 是 思想随着这个逐步的进展 哪怕到了庄子的时候 已经到了这个 不得了的一个无限空间的开展 他基本上 还是以具体的事例 来作为 一个道理的说明 也因此我们看 西元前如果画一个底线是300年 因为出土的竹简老子 底线是300年 西元前300年 那个底线很清楚 不足以否认的 为什么 因为白起带秦军打进 楚国 打进楚国的首都 金 灭了金 金的皇室贵族 逃难离开这个地方 枸杞的起 起这个地方 然后跑到淮安淮南 那一带去建立一个新首都 然后这个地方没有人在用 这个贵族的坟墓也完全就 就被 抛弃了 所以此后没有人在 埋进去 所以这个坟 底线就是西元300年 因为这个白起大出国 是西元前300年 从这里出土的东西 是目前所看到出土文物最早的老子读本 可是 道片中最高的抽象思维 的句子不多 大部分还是得偏为主 那么什么是得偏 得偏就是实际行为 那么偏重实际行为 虽然它还是已经相当抽象性了 但是它还是以实际的行为的操作 操持为主 我们在看出土的长沙马丸堆 的这个博书 在这个博书里 我最早看到出土的报告 整理出来的出土报告 是甲鞭乙鞭 甲鞭是得偏在前 道偏在后 一篇是 道偏在前 一篇在后 这两篇的抄写 差二十几年 甲鞭是抄写在 和高主 吕后和惠帝的时候 因为还没有避讳 可见这些人还活着 乙鞭 避讳了 写在汉文帝的时候 不过最近他们 重新出来的报告 跟重新出的书 当录 然后说 乙鞭也是 是 得偏在前 道偏在后 那我就不清楚 详细的状况 但是 无论如何 都是得偏在前 他就衔接上什么 就衔接上 前面一切以私利 以行为的各种作为 以为道理的陈述表达方式 可是到了我们看到的传世本 五千字的 五千多字的老子 他的高度的抽象性 这是一个非要 思想的非要 那么有一个旁证 这个旁证呢 是西汉末年 和尚 和尚藏人 他的老子本 他传的老子本 这个老子本 就跟我们现在读的 老子本 几乎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读的老子本 是根据和尚藏人 所传的老子本 也就是王毕始终使用的老子本 而传下来的 所以从 德篇发展到道 是以实际的行为 去寻找最高的道的展现 可是翻过来以后 是最高的道 来指导现实的人生和行为 所以这是一个思想的大翻转 那么我把这个说出去 我说如果老子第一 因为大陆还坚持 老子是在孔子之前 因为基本上他们 还仍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 非打掉孔子不可 这一个意识形态 作祟 所以他们把孔子 要打下去 陈古印先生 还看到了新出土的 竹简老子 只有这几本 只有这 本来说是一千四百五十多字 而后 现在说是两千字 不晓得其间的变化 那么 我们 从这个当中可以看到 这个思想本身的发展性 是逐步成熟 逐步发展 从实际的 势力 发展到抽象的思维 如此才是一个合乎于 人的思想发展的法则 而且这个思想发展的法则 是全世界公认的 人的思维发展 一定是从经验 而后发展到抽象思维 所以如果老子已经提出了 两千 已经提出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道可道非常道 孔子在去讲他的那些东西的时候 而中国人还追从 遵从孔子 中国人是不是个神经病 按照人之常情 人的心理性 那么也就是老子的思想 逐步完成 然后总集结 前先生说老子是先情思想的 第一次总集结 在这个总集结中 他们必须推尊一个 人 以抬高老子的地位 那么 不推尊庄子 因为庄子本来就在孔子之后 不推尊孟子 因为把老子放在孟子之前也没大意思 当然只放一个大家公认为思想的原创者孔子之上 这才能抬高老子 所以我们在看 竹简本的老子本出土的时候 陪着就在他旁边同一个 同一圈的竹简上 他是 皇老 皇帝书 皇帝四书 就是所谓的皇老子书 所以老子的行程很可能先是就皇老子书的 这个方式逐步完成 最后脱空而出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老子书中 在我们现在的传世本 也就是和尚公的传世本中 天生生不息 然而生而不有 为而不辞 掌而不窄 施为玄德 然后下面 后面再发展 何以为玄 那么作为一个人 如何去法天呢 功臣而佛居 大家还记得吧 功臣身退 可是这个在 西元前 260年前 整个战国 从春秋到战国 仍然是贵族实习的包办制 没有人 贵族没有退休的 知识者 都是外姓聘 聘请作为世代夫的 没有人退休的 所以我们看屈元 从这里也是个旁证 屈元最后只有自己去自杀 他 因为他的 他是楚武王之后 楚武王是正式奠定楚国的 最重要的开国 元勋 他是他之后 所以他楚怀皇不喜欢他 贵族讨厌他 因为他坚持他的道德性 坚持他的治国与准则 一切以道德为准 所谓的道德不要想宅了 就是讲 小顺与他文物之道为准 最后 但是大家也无可奈何 把他赶走了 也只能 让他去做 这个 最高的管理太庙 管理 楚国 贵族 祖谱 忠谱的 这些事 同时负责教育 最后 他无法眼看着自己国家走向灭亡 他就去自杀了 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功成身退 功成佛居 260年西元前 秦 白起之后 带兵要一举灭六国的 宰相 泛居 可是当他要出兵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学生蔡泽 跟他说 你做完了灭六国后 你还能干嘛 他问蔡泽 你的意思是什么 难道要逼我退吗 他说不是 你看看历史 浮起 商鞅 一路数下来 战居 知道了 立刻告老还乡 推荐蔡泽 做这件事 而后 功成身退 天之道 虽然后来犯局还是卷入的阵阵 但是至少在这个阶段中 功成而身退 而不是 立刻遭遇到 杀害 所以从这个来看的时候 这个已经成为老子书中最重要的 一个现实 打天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人生行为 的准则 那是十元前两百六十年 这个底线 从这些 我们简单的介绍给大家 综合起来 再来看老子这本书 那么很可能 为什么和尚公的书会流传 那是西州后期的 西汉后期了 因为汉文帝汉景帝之后 正式成为定本 那么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历史整理 因为古人没有著作权的观念 我这个观念提出来了 上次余先告诉我们量子力学 然后我们就称他为量子老祖 然后我们有任何量子的发现 在那个时代 就归之于量子老祖 它是形成一个学派 所以论语要到第三代第四代才完成 在这个思想集结了之后 我们再看更晚的作品 李记里所有关于孔子的说法 还有李世春 哪怕是朱子中的讲孔子怎么说的 都归之于孔子 子曰都归之于孔子 其实我们看那个观点 已经不是孔子的春秋时代的思想 就譬如李记里的季统 说夏三周这个什么五帝三王本身之所以如此如此 这么好这么好 和爷子下问 孔子说因为其奉行三无师 他们奉行三无师 子下再问 何为三无师 孔子说 天无师福 地无师载 日月无师照 这个观念 论语隆 以及春秋中 还没有真正的成形 我们只说 遥顺 天有多大 遥的德性就有多大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而已 那但是他还是归之于孔子 以至于到易经的完成 易经的完成 易经中的子曰子曰 现在都说成孔子不是 有些有些先生们说说到了这么大智慧不是孔子会是谁 这是推论 凭什么说只有孔子那么聪明 所以前线的这个考据他把整个思想一个时代的思想一个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的文体 以作为考据的一个新发展的依据 所以所有的考据学家共同承认前线人是一个考据学的在这个时代的清代考据学的真正的完成者 那么一般人不会读前线人的书 那么包括前线人的去听课的学生们到现在他也只考证也只肯定前线人在学术历史学上的成就 可是考据学他们也就不敢多说 因为有反对的意见也还在 他们自己拿不定主意 他另外一大部分在看上将近胜利的时候 他另外开展出文化哲学 他重新检讨人类文化的发展 然后看到各民族各国家 以至于到现代 他们许多的作为 仍然受着他们原始文化意识的支配 那么尤其是近代 除了西方各民族都没落了 西方的17世纪的工业革命 将宇宇宙的力量透过机械展现 然后代替人力 这是划时代的一个物质成就 机械成就 不可否认 是 然而也就在他们的那样的一个原始文化的底蕴中 一切以利益为上 一切以霸权为主 宰治这个世界 以至于到近代二十世纪以后 科学再一次的科学革命 然后认为科学足以升天 于是不惜的使用大自然 在前学生教课的时候就说 地球就这一个 经济一切以消费为主 透过消费世界 世纪经济 然后发展国家的财富 而不是从实际的生产力而言 用尽了怎么办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说 像马斯克一样在说 要到外太空 要去月球 要去火星 要去什么 去移民了 再开发一个地球 那么前先生提出 在我们课堂上提出 做得到吗 还有多少时间能做到 即使做到 可是有一大长时间做不到的时候 那么在这一段 一切用尽的时候 人们该怎么办 这不是为人类制造一个悲剧吗 一个好好的地球 为什么不先珍惜它呢 所以他写文化学大义 认为应该重新思考人类的文化 回头到人类最根本的文化中去反省 那么他后来放弃了他的考制学 或者他的史学 那么跟他最亲近的学生之一 你严根望 中央研究院院是地质学家 史地学家 劝他说 因为他受整个台湾学术界的排斥 甚至于他的学生 公开的说也教我们 说他不用工了 说他竟讲一些闲话 说他的文化哲学是闲话 他不是学术 也就是不合乎于玄的现代学术语言 那么严根望知道 闲天那边的资料一大堆 你随便念一个题目来写 又不得了 所以他就劝前先生 你为什么不再做考试 你为什么不把那个题目拿出来再做 这样子你马上就可以 拥有领袖群伦在学术上的地位 前人说我不感兴趣了 我今天关心的是人类的未来 那么这些话 这些观点 哎呀他也不管 只要是任何地方可以让他开口说的 他就去说 所以我们看他好多小的 那个中国文化史导论 中国文化史导论还不是 就是《国史新论》啊 这个什么 这些书全都是被请到军中 去跟军中演讲讲的 因为他也在上课就告诉我们 他不这么快速的推展出来 除了给军中打气之外 他不这么快速的推展出来 他要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写 实不我于 所以他就讲 讲完了有人帮他竹子搞 那么他就整理 就处 就处 可是这个部分 全是他的哲学性思想 那是文化哲学的部分 他可不是文学 所以可见得跟你说的这些人 都是不读书 不是读书人 都不是读书人 所以你不要在意他们 就由他们去 那像这些书 我的方式 即使我在建中带过学生 我也不太介绍 除非那些孩子 让我觉得程度可以了 我才推荐一下 早期的学生程度高 我就会推荐五本大家看 看了有兴趣 像有一个现在在台大会计 研究所所长吧 目前是台湾的会计权威 刘顺仁 那他就把钱先生的 这一系列的书全部看了 看完了以后 他就要然 他的天才就 天才性被开发 后来学校里面所有的文告 就是他写 他下笔就能成行 刘顺仁 帽金刀流嘛 顺天的顺仁爱的人 不止他还有好几个都是如此 他们读得懂的 读完了这些 被认为是最浅劲 他的前言人的很多学生 也都不认为这是学术 都认为是老人家的murmuring 老了吗 嘴碎嘛 咕咕咕咕咕咕咕说的话 不知道里面 其实是他的哲学思想 那么甚至于包括他的 《盲学》 《广学盲言》 还有一本叫什么东西 《双西读语》 都是他重新思考 传统中国中最重要的一些 最高的哲学观念中的 含义到底是什么 然后在人的生命中 体会中将会是什么 然后以他的生命体会 他把它陈述出来 那么现代孩子 第三个 现代孩子 没办法读他的 太自然了 尤其是教改后 这五年的孩子 他们的 不要说他们的 知识程度浅薄 他的文字阅读能力不足 还有他整个的思想 意识完全被现代的 流行性的这些思想污染 他读起来绝对困难 所以这是白费力气 如果真有学生非常的好 在欧老师的教导下 你可以带他读 像现在有学生还肯看 我是带着读的 你这个礼拜去看 看了以后有问题来问 昨天有一个学生 是 花了五年的时间 把钱人的 是 什么的 他的字数 双西 不 他的钱人的字数 私有杂一根 八十亿上青 才读完 他读一段就来问我什么意思 因为的的确确 钱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他不只是在想他自己的一生成长 以及影响他的人 还有他的那个大时代 那对孩子们 太陌生了 他五年 然后昨天他告诉我 我那本书什么时候可以拿来还你 因为是跟我借的 他说我终于 我说那你的心得是什么呢 你这几年你都没有再来问 他说是啊 我想我得慢慢自己看啊 然后我开始发觉 哎哟他的时代跟我的时代完全不一样 哎哟他们之间的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跟我现在的关系完全不一样 我终于看到他想要告诉我们 每一个人所生存的环境 对他的影响 他说我就跑回家 他现在是住在台北 或者买的那几本前先生的书 都带回来我重看 他说我现在在看中国文化史导论 我们要看到这个时代的差距 看到这个时代的差距 现在的老师程度也很差 我想我们在学校教书也都知道 中学中学 我以前常常在那个 南海路教师会馆 咖啡厅 夏天在那里写东西 因为它很冷 即使那个时候我住阳明山 我阳明山没有冷气 我在那边住了快四十年 没有用过冷气 可是夏天还是有一段时间很热的 所以我就背着书 就跑到这边来 因为又安静 那边没有什么人 我就在那边写 在那个阶段当中 全世界最平等的在教育上 就是台湾 可惜国民党真的是没有出息的党 他不知道把这些成绩 台湾有今天的成就 不是现在突然执政党出来才有的成绩 那是以往打下多么深厚的基础 而那个时候的教育的公平性 连讲经国的儿子 考不上大学也就考不上大学 他们都走一条 老百姓也都走得通的路 大家都可以这样 就是去考军校 然后读到 考军校也是大学啊 大一快结束 暑假快到 就去摔倒 就去让自己受伤 然后就骨折 哪怕是腿折 讲校午好像是 这个手折断了 手臂跌断了 弄当杠之类的 然后就 休息了 就请假了 请假他就准备 然后嘛 接着暑假就是擦班了 擦班考试 他就去擦班 考上文化学院政治系 讲校勇是跌断了腿 想办法让自己跌断了腿 然后 准备考上 后来 这条路 大家都用的太火了 不是因为他们用 是大家都用 我同学他们都用 是人人 是天下的达道也 政府在 国防部严历 最后透过立法院 停了这个关卡 那么你要受伤 你要不修养好 回来就赔款 退学 一个教育最公平的 执政团队 对于老百姓的爱 不可否认 因为人之所以能不能 摆脱一切现实社会里的 各阶级的限制 就是教育的公平性 全台湾各级学校 小学 国语是小 大家公认为台湾台北 是最好的小学 他的基本 预算 跟远在 阿里山卡卡里的小学 是一模一样的 老师的薪水一模一样 你们去看美国 去看欧洲 老师们的薪水也不一样 所以薪水不能透明 男女薪水都不能透明 而且进到那个你要愿意去那种 三咖咖里面的学校去教书 薪水比我们在外面学校多一倍多 什么叫做多一倍多 一倍是确定的 然后那个多就是看福利 你的交通费 你的福利费 你的什么什么补贴 大概比我们多两倍 而且还有房子 宿舍给你住 或许你们问我 你怎么说那么确定 因为我差点去了 贪兰花的 就读的农校去教书 因为我们那时候被学校派出去 到物 物什么 物色 去 老师什么会 就是老师的什么什么会 我们派去三天授训到那里去 那个学校就来招考老师 然后就告诉我们 这么多好处 他们要 国文老师 历史老师 数学老师 我登记了 后来就辞掉 因为我被物色 去的时候是 也是櫻花开的时候 美丽的像仙境 我就想我要留在那里 那后来为什么被打断掉 就是我们去 我去那个邮局 写信记出来 说这里美丽如仙境 告诉我姐姐 我说不要留在这里 农校教书了 因为她这里有这个这个这个 结果正在那里的时候 我们正好是三个同事 一起跑去那里 记的时候 就有一个老人家 看到我们说 你们就是他家这个会的 我们说啥啥啥 来来来来那里坐 我刚刚把第25史的 什么史读完 没有人讲 你们来的正好 你们学什么的 学这个学这个 都用人文的 来来来就去他家 就端出东西给我们 汤圆给我们吃 再拿香蕉给我们吃 再拿把辣给我们吃 再拿这个给我们 吃的我们说不行了不行了 我们不能吃了 你们一定要吃 我要跟你们说 啊 讲个不停 口莫横飞 我静静的想 他太寂寞了 那他七十多岁 我想想 我绝对耐不住 赶快去取消 我还必须住在城市里 我要看电影 我要看表演 我要参加各种活动 都一样 建宗 上次有个姓蒋的教育部部长 说要把名校都打下去 因为建宗取得社会的资源太多 而且社会太宠爱他 让他们拥有了等等等等 所以让他们有这么大的成就 但我说这个姓蒋的绝对不是建宗毕业 我去建宗教书的时候 建宗脏死了 又臭又脏 没有设备 学生们自己喊出来 一流的学校 一流的学生 二流的老师 三流的设备 后来我教了第二年 他们又换了 一流的学生 二流的设备 三流的老师 因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预算都一样 如果有些什么特殊需要 是专门要立一个案去申请 专案申请 所以全世界根据三民主义 所达成的教育的真正的公平 只有台湾只有那个阶段 现在没有了 现在的这种考试 你看台大几乎没有台北市以外的学生 几乎 而且以大安区为主 因为最有钱的 他所有的条件 这些有钱的家庭都可以想办法给上去 所以他们就进去 哎呀 这些好处 很细腻 不被提出是不被发现 也就容易被人遗忘 所以台湾真的是 虽然我对蒋经国是有些批评的 如果你听我谈政治的话 可是蒋经国的后期 他从行政院长开始 一路到他做总统 生病病重之前 你看台湾是不是个天堂 所以我们才会有校园歌曲 艺术的 艺术 透过艺术的辉鸿的赞美 就是因为他的政治的清明 他享受到人生 所以面对这些变化 我们也不必太在意 反正时间一定有变化 一切人事都在变化之中 当我们有心觉得这是好东西 我们就要看 不是很硬性的 我是老师 我一定要介绍给学生 不一定 尤其是在现在第一学生的程度差 最近有一个学生跟我讲 他是在教女校 然后学生问他说 老师我们现在迟到 会不会给我们处分 他就告诉他说他是导师 他说不会处分 不会处分 他说真的不会处分吗 他说真的 是真的吗 他还在问他们的导师 他们导师又很 他导师是男孩子 就很奇怪的问他 你愿意被处分啊 你们愿意被处分 他们说老师你好色 你竟然讲这个话 什么意思 又看太多烂片了 所以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们不能要求太多 只有努力去教 然后要有耐性 然后不求回报 真的是老子 自夸一下 不是自夸 可是好像自夸 那就自夸一下 我就是根据老子所说的 生而不有 为而不适 展而不展 作为我教学的原则 所以我很少跟学生主动联系 我教完就过去了 教完就过去了 学生们来 问我尽情地回答 他们愿意再读什么 我尽情地写给他们 此外 不是不关心 是孩子有他成长的空间 时代改变 就像国学社教了46年 他们历届都要希望聚会起来 变成一个大会 我说No 我说你们这么一半 我们国学社就结束了 因为你们建中的特殊地位 多少政治力量才注意你 他关心我的教科 所以教完了就去 然后各自成长 愿意联系 再说再联系 因为时代变了 时代不一样 所以我这是我对欧老师的 问题的提出 哎呦 第一节课结束 那我们就讲到这边 待会再开始说 上课 我们今天要从第十六章说起了 第十六章 我们先讲课 这个德美你再提你的问题 不然今天耽搁了 好 我们上次讲到第十六章 指约鬼神之为德 我们说过 这个鬼神 不是迷信 鬼神基本上在这里 第一个意思 一个意思 泛子祖先 这边 因为所谓鬼者归也 人死约鬼 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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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佑一德在人者 约神 那么这是我家的 神者归也 神也都是去世的人 所以我们在解释 鬼啊 鬼者归也 对啊 归也 鬼者归也 我以为是老父 鬼者归也 鬼就是回去了 美南话 回去了 也就是转回到原来的屋里去了 转回了我原来来的地方去了 所以人死 约鬼 贩子主先 所以是贩子主先 神者归也 所以神 都是主先 这个鬼做主先解 都是主先 都是先死者 他说 虽有一德在人 或者说一爱在人 对人世之间 他遗留了他的爱 对人有了帮助 那么称之为神 那么这个就是充分地显述出 传统中国的人文讲 传统中国的人文教思想 那么换句话说 中国以人 中国以人为宇宙之主体之一 以人 人是真理知识之主体 此以人是真理知识之主体 此有别于 西方 以物质构成的宇宙 此有别于西方以物质构成之宇宙 为真理 为知识之主体 所以两个完全不一样 那么在此前提之下 在此前提之下 中国之宗教 前先生 为生命 感恩的对象 在此前提之主体 中国以祝福 这是中国以祖先 先生先贤 为生命感恩的对象 乃是对生命的感谢 老是对自身 自身生命之感谢 钱先生称之为实乃人文教 这样子或许比较不容易 无悲无解 因为基本上 现在站在西方的观点上 认为中国没有宠教 康有为先生 梁启超先生 甚至于蔡元培先生 未知说我们必须有宠教 你看先进的民族 先进的国家都有他的宠教 我们竟然没有 所以我们落后 在新闻外动的那个时间提出这样子的观点 所以康有为先生梁启超他们就提出 孔教 到现在大陆 还有一批人在推动 孔教 那他是站在西方的宗教学 宗教宗教学的这一个基本的元素和定义上来说 中国 那中国是没有他那样的那一套系统的宗教性 和宗教信仰性 但是中国人在以人为真理为知识的主体 以人为生命的主体 宇宙的主体的前提下 中国人对生命的感怀 感谢 然后所形成的 对自身生命的来源 祖先 先圣先贤 为生命的感恩的对象 所以你看台湾展现了这个部分 台湾所有的庙宇 所谓自然神奇的 哪怕是三观大地 天地 地地 水地 其实他也用历史人物 放进去 除了一个玉皇大地 都是历史人物 而所感谢的 就是不忘其本 不忘生命之本 那就是传统中国 对生命的全然肯定 对实际生命的全然肯定 那么这个是有别于佛教 的一个部分 因为佛教基本上对实际的生命 认为有其虚妄之处 然后要离开这个实际的生命 而去寻找一个 更真实的生命的开展 和儒家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过儒家本身 就是从这个实际的生命 从现实生命到实际生命 然后到一个最真实自我的完成 从这里开始 然后在这个潜力底下 你觉得自己活着 是一件宇宙中最重要的事情 就像赤壁赴 前赤壁赴里面所写 到最后 是天地的变化 不能以遗孙 啪啪啪啪啪 然而 你之所以为你 在这个世界上 无可替代 你的价值 就在于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同时你是独一无二 你是唯一 无可替代 这是一个高度的生命自觉 这是一个高度的生命自觉 传统中国的学术 简单说 高度生命自觉的学术 因此我们感恩 所有的礼仪 庙宇的礼仪中都是感恩 只是现在被一些 特有的个人在祈求中 我拜他 希望你给我发财 我现在发财了 我来还原 那这是一般庶民们所追求的 但是还是不离开 我感谢 所以在这种潜力底下 我们是对生命的感谢 而生命的具体呈现 除了自身 就是天地 就是先祖 就是圣贤 他们是神 同时也是鬼 那么在这里 孔子说 他借着孔子这一句讲 这一句话 讲到 回应到第一章 道无所不在 可离非道也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道无所不在 所以鬼神的第二个意思 这是刚才讲的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讲宇宙中的生命之气 宇宙中的生命之气 他无心无相 他无心无相 其无心无相 这里讲的是无 就是老子的那个无 中庸就是 在老子之后 同样的是一篇重要的 辱道 辱道 会同后的极节 然后再回归于辱家 所以他展现了原本辱家 所没有的宇宙论 然而他提出了 如同老子所提出的 那一个大道 那一个大道 那个天道 我跟我的同学 受学于玉先生的时候 他说 忠则用忠 我们也说过 用忠 忠用忠 用忠之道 那这个宗 指的就是天道 也指的 从行而上言是天道 行而下是人之 最根本的构成 人之所以为人的 那个本性 情 人是有情的 有爱 会爱的 人是有情的 人家的大道 全人类都有 所以智中和天地位 万物欲 在中央的第一章 那么在这里 他的第二个意思 就是宇宙中的生命之气 生命之气 就是产生 创造产生 生命的生之能动 生之能动 西方人说是原子 从物质的本质而言 说原子 说分子 说质子 现在说量子 成统中国说一种 生之能动 是属于生命的 原始 创造力 原始创造力 无心无相 忍者归也 回去了 不见了 然而 他是不是就消失 他只是回归于 他只是回归于 他不竟然代表消失 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科学家 德明先生 有没有物理性的问题 要提出 那么第三 宇宙中的原始能动力 就像现在量子力学 上次我们请于先 帮我们解释的 那个量子力学的那一种 现在这次诺贝尔奖 发给了量子力学的 三位物理学家 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上次 不是上次 于先上次 说到 在西方是一个化时代 向前跨一步 为什么 因为他开始承认 在一切物质的实在性的存在中的 不实在性 实在性的不实在性 非物质性 可以说非物质性吗 非实在性 只能说非实在性 不能说非物质性 就是非物质性 那么这是西方 所以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 千万不要忽略 不只是政治 不只是国际局势 等等等等的转折时代 原有的统领 一切的西方霸权 包括他们的哲学 他们的科学 在今天都开始可以重新思考 那么他们自己也接受 透过量子力学 那么此外还有一个 拿生物的诺贝尔奖的 他的那个说法 有一点点像 佛教的说法 当我们色受想行事 合成了这个体 我运 国家讲过 就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 那个我在 基本上如果我们用一个对比 就是他直接否定的 迪卡尔的我思过我在 他告诉你 不我吧 因为我是一种合成 这种合成 有物质 然后有受想行事 有人的 认知的 意识 原始的 认知意识 从接受 到开始推想 到开始根据推想 所做出的行为 然后到最后 成为一种判断 它不只是人的物质 和算是精神性吧 原始精神性 的一种结合 而这个原始精神性的结合中 还有不同阶段中 的发展 开始只是接受 然后开始 因为接受而产生念头 因为念头 而开始有了作为 而有了作为之后 有了判断 有了经验基础 有了判断 然而 它是组合性的 那么这一次的 医学博士的三个 所提出的 就是当人体 当 婴儿 合成的 一个婴儿体 原始的那个婴儿体 并不是DNA就此决定了 这个婴儿体的一切发展 而是当它一形成了 这个婴儿体的时候 它本身就开始 有认知性的作用 的运作 然后它开始 有某一种 它自身特有的意识 就参进DNA 然后促成了DNA的 另外一种修正与发展 然后 当它这个段落完成 又有一个新的意识 而产生 而再发展 那么换句话 这也是不得了的 因为以前 一直认为DNA决定了 人的一切 然而现在发觉 DNA本身之所以完成 有人的意识认知的作用在里面 这都是新的观念 我没有说错 所以在这种情形下 那么 不论它是实在非实在 不论它是物质与原始 认知的合成 能产生 就是有一种 原始的根本动力 的推动 它也无形无相 这也是无形无相 然而充斥在整个宇宙之中 或者充满在整个宇宙之中 所以鬼神之为德 它再提高到宇宙最根本的 这一个境界 我们说 这种无形无相 而有利于生 而有利于生 这个生 做创作节 而有利于创作 有利于创造 有利于生 包括生命在内 其胜以乎 这股无形无相的力量 对于宇宙的创造 是极其胜大 它是一切的根源 它是一切的根源 看是一切的根源 这个宇宙的原动力 人就视觉而言 看不见 这是来自于老子 视之而不见 视之而不见 听之而佛文 团之而不得 因为它超越人的感官认知 超越人的认知之上 但是 透过另一种认知 体悟 而不可疑 这个体 当动词 体认 但是用人的 意识性的体认 或者加深层 深层意识性的体认 与感受 所以佛家姐 佛家姐 人除了有肉眼 可是不要忽略了 人有天眼 人有慧眼 人还有佛眼 这种天眼 佛眼 慧眼 就是深层意识认知的 知觉 它不是人的感官 知觉的认知 那我们传统的神话中的第三只眼 哪吒不是有第三只眼吗 或者还有心眼 最基本的是心眼 或者说 或者说 这些都是属于心眼的部分 如果我们从 人的心眼 或者人的慧眼 去体认万物的本体 这是万物之所以能存在 这是万物之所以能存在 的根本元素 任何万物的存在 都不会遗漏掉 这个宇宙的根本原动力 每一个最坚硬的钢铁的存在 它之所以存在 因为它仍然是这个宇宙根本原动力 所出成的 所以在老子说 天下之自柔 能入天下之之间 如果钢铁是天下之之间 这个无形无相之气 这个原动力 它能穿进去 可以穿进去 因为它是构成其中的一部分 使天下之人 它能够提振人的精神 注意下面这一句要加 这种原动力 提振人的精神性 提振人的精神性 这说明人的生命中不能没有精神 人的生命的构成物质性和精神性 那么提振人的精神性 所以它使天下人 这个使就是让 它让天下人 它知使天下之人 会采取这样的动作 什么动作 灾民圣服 它采取灾戒自己 灾变换食物 不再吃荤 吃素 借 严守 生活中的规律 然后沐浴 让自己 更新 沐浴是更新 让自己更新 穿上礼服 这是说明 人之所以 全世界的人 都何以有这样子的一种 济世性 一种宗教的济世性 包括原住民们 包括非洲的原住民们 包括天主教 为什么要穿上那样的袍子 东正教 为什么也有他的袍子 回教也有他的一些衣服 而在这个作为 他们祭拜 他们神灵的方式 全世界 可以会发生共同的这种作为 就是这一个鬼神之 鬼德 那种无形无相的 根本的原动力 促成 人类精神性的提升 所发展出来的 一种方式 以奉承 这个承是奉承 供奉 以供奉 以奉承供奉 先祖 以至于天地万物 的祭祀 而在祭祀的时候 可以感受到 洋洋呼其上 在天成的敬拜中 可以感受到 这一个根本的 无形无相的力量 生命的根本力量 宇宙的根本力量 就在自己的头上 如在其左右 这个其实自己 就如同在我们的四周 所以 《诗经大雅》 的《译篇》 《诗经大雅》的《译篇》 《诗经大雅》的《译篇》 说神之格斯 当这样子的 无形无相的 有利于 神之力量 来到的时候 格是来 这个格是来 斯与词没有意义 就等于是 来到的时候 那种感受 无可度视 是我们无法 从现实经验中 去揣夺的 生可意识 这个生 怎么可以 所以这种 济世 对于先祖 对于宇宙的 生命力量的济世 怎么可以厌倦 而不继续呢 这个设施厌倦 念义 我们现在 近代 几乎是厌倦 大部分的知识分子 都厌倦了 我们原有的济世 所以我们丧失了 来自于 鬼神的助理 那不是神秘的 那种力量 哦哦 大家击挡 哦哦 击同道 不是 而是什么 而是 高远 深刻的 思维能力 这个无形无相 帮我们从 现实认知的经验中 提升到形而上 相对于现实的认知 形而上的认知 是极其宽阔 而无限的 它展现人 想象 认知上的 无限可能 所以我们会觉得 政治人物 不论蓝绿 现在 说出来的话 有的时候都让我们惊讶 怎么会那么幼稚 灵之间之所以成为 灵之间 就这个 丧失了 这种认知力 所以他们虽然到处 拜拜 神不来思 神不会下降 福如此 做如此解 微之显 整个宇宙天地万物 从隐藏 这个微是隐藏 从隐藏 从没有 隐藏就是没有 然后逐渐 化而为有 这个显就是有 微就是无 从无 化而为有 这个姿势前往 前往 我把它引申做化 化而为有 是真实 这个城市真实 是宇宙中的绝对真实 无法遮盖的 严实遮盖 只要你用真诚的心 去体认 真诚的心 就是高度的 深层意识的认知 如此夫 就是这样 这个世界的构成 无 有的构成 不过中庸把这个无 以鬼神之德 作为彰显 而不是单纯老子的 nothing 没有东西 这就是 中庸不同于老子的地方 那么这也就是 天命之为信 率性之为道 道不可虚于理也 可离非道 所以在这个道中 人只有透过生命的自觉 而加以调度 用忠就是调度 适当的调度 透过人 这就是修当 自为教 人之所以不受制于 人的生物性 以及人有生物性 所凭借的宇宙的规律 而能够配合宇宙的 深深之动 深深之能 随时调度自己 让人成为人 就因为 人开展了 对鬼神之德的体验 等能知性 人不仅看到了有 也看到了无 感谢观看 大家有没有问题啊 要及时提出 如果没有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就把第16章讲完了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讨论 大家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要讲第17了 非常重要 你去看猪子的学说中 鬼神是他所特别挑出来讨论的问题 所以在前仙人的猪子心学案 鬼神也被挑出来 他是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 就等于是猪子的思想的重要的议题 那么他把它挑出来 有一份论述 那当前仙人有前仙人的论述 你们要以前仙人的论述为主 他在这个时代 他是一个画时代 总结了前仙人的时代 总结了前面的时代 清的以前的时代 然后再根据说明理学往下再发展的一个新的 对于传统中国的反省 学术的反省 所以近代他的东西 是你们求学维学的根本 他的基础 其他人都有偏颇 或者不自觉的受到新思想的影响 而提出一些 就像前仙人的老师 吕思勉先生 就在那个时代的革命 一切都要以革命为主的时代 革命是正知正确 所以他认为岳飞就是军法 所以宋高宗必然要消除他 那么他根据什么来说 岳飞就是军法 根据历史四世中 岳飞拥有数十万大军 同时认为在那个时候 宋高宗从北方被金人放了回来 逃出来 然后整个南宋为弱 所以 岳飞非要打不可 以至于终于遭到杀身之祸 因为他几乎是危害了 威胁到宋高宗中央政府的成立 那根据这个来说 那你也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 不是历史中的事实 可是传统的说法呢 当然传统的说法不一定都成立 但是传统的说法呢 岳飞虽拥有数十万大军 同时非北伐不可 因为不北伐南宋不足以存 就像我们当年老蒋先生 为什么一定要反共反共反共 不反共台湾的存在 其凭借是什么 就像现在乌克兰 非打非打非打 在打打打的当中 他才能够把整个的 当然后面还有大战略大阴谋 美国逐步逐步的处始 在这个战争中 让欧洲跟俄国决立 完全决立 然后削弱俄国 也削弱欧洲 把两个重大的世界的实力削除掉 同时加深恶国跟欧洲的仇恨 如此他转过身来 再挑动东亚 台海为主 拉动整个日本 让日本也走上前锋 因为台湾成不了乌克兰 那么让日本 作为乌克兰 后援部队 挑动整个 然后让东亚的钱再集聚 向欧洲的钱 全部集聚到美国去 所以布林肯 不仅是主动 还是被动 反中国大陆 去访问中国大陆 反华的行程推迟 可是我看在这个之间 这一个礼拜 我看 有关大陆的 包括台湾的 新闻评论 都以中国大陆 从来没有主动说 布林肯会什么时候来 从来没有去邀约 也没有说他来的时间 实际上他不要他来 他就提 而提出的是 你这么戳我 一刀一刀地戳进来 那你凭什么来呢 那现在泛出两个气球 美国说这是间谍气球 然后布林肯不来了 那么这也是可能 中国大陆的缓兵之计 因为要打的是美国 要调动 整个东亚地区的动荡 是美国 因为如此他才能收割 才能救 他的金融 那中国大陆不动 尽可能稳住 所以乌克兰那边 美国可能要准备出身 因为他的长城的火箭 长城的飞弹 都逼着欧洲送出去 还有长城的打的那个 再接下去 就是长城的 就是放脏弹了 欧洲北约 所以现在苏联 苏俄很担心 北约到时候 打不了了就放战了 说全面布置 所以联合国 大陆驻联合国的大使 拍桌子 骂联合国的美国驻美 跟欧盟驻美 美国驻联合国 跟欧盟驻联合国的大使 问他们是不是要挑起世界大战 他们这种作为 再往下 就是发动世界大战 问他们 意欲何为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美国尽可能的 而中国大陆 美国尽可能的挑动 而中国大陆尽可能的稳住 让东亚稳定 大量买输恶的东西 撑住恶果 这个世界才有 某种平衡性的可能 因为现在是美国着急了 他们的 央萨的 政府 及寡头的犹太财团 着急了 因为他们的金融 下去了 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 作为知识分子 我们能不能够看得很清楚 因为知识分子看得清楚 才能成为 国家或者政府的 拱壁 大陆说得很清楚 他说根据现有的 这一切的动荡之后 大陆的 公知 恨国党 恨国党 就是恨他们共产党的 公知 就是清美的 在他们 曾经的极左的过程中 包括邓小平开放以后 大陆一穷二白 然后面对着西方如此辉煌的社会文化 文明 那种觉得中国烂透了 他们算出来了 根据这一次的这个什么 一方面是清零 二方面突然开放 还等等这些事情之后 他们说 百分之五十 是恨国党 是公知 所以他们讲 他说 在最近的这一连串的问题 让大家看到了美国了 韩国了 日本的 这一种攻击性 那么 开始慢慢缩小 也就是支持国家的 这个什么 支持政府的 这方面的人慢慢多了 但是还有百分之五十五十 所以他说 中国大陆的敌人 不只是外在的强敌 还有内部 因为历史所形成的 这些 恨国党 公知 亲美派等等 他说 这一部分 也将成为 他们大战略的 规划中的一部分 因为 没有逐步的 把国家的力量 跟认知凝聚 这主义亡国 那么从这个来看 至少他们说这些话 或者受益他们说这些话的 高层政府人员 是理性的 是理智的 是不自我欺骗的 他们承认做得不好 承认地方政府 跟一些土豪 跟一些不屑的人物们勾结 造成人民的损失 而中央无能为力 他们也只有暂时缓下来 所以一个国家的巨大 跟经过的这种动荡 他们认识到这一点 基本上 算是中国人的智慧 恢复了一些 读中国经典 就是恢复 中国人的大智慧 不是一厢情愿 自以为是 就是这样 然后被现象世界的假象 所迷惑 那么刚才 德明先生提了问题 他说 前先生讲老子 认为老子自私 可惜了 就在这样子的一种自私 所谓的 比如 那个什么 你还记得那句话吗 我一下子忘了 就是说 我因为不居宫 所以我宫也不去 有没有 前言说这句话是多余的 应该三 不该这么说 而这个就构成了老子的 缺陷 老子 还是不出于阴谋 自学 他说我怎么讲的 完全不一样 而我是前先生的学生 还好他没有说 我背叛 前先生 有学生说 我背叛前先生 说我不说八道 因为前先生不在了 我就敢乱讲 写信来骂我 那么我提供给德明 他是个好学者 我告诉他 我说前先生很多的说法 都不同于传统学者的说法 前先生有没有背叛 传统的中国 以及中国传统 学术是发展性的 但是不离题 不离中道 中道也是一个准则 一个适当的准则 不离中道 所以我所说的 虽于前先生在这里 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 我有没有离了 违背前先生的观点 还好他说没有 第二个问题 你是说什么 我忘了 我本来亚论是装俊 大小之鞭 大小之鞭 那什么我忘了 就是前生是在 请为一天 方好是是是 就是古地 人们做大鹏鸟 对做大鹏鸟 要立大志 就是建大功 自人无己 神人无功 神人无功 我把它当作阶梯 但是也提醒大家 它其实是平等的 然后它是合体的 但是它有 它可以成为阶梯 然而这个成为阶梯 你也可以从 就你自己之所尽 从神人无功 放弃社会的功利观 名利观 而走向自由 走向真实自我的开展 OK 那你也可以 恢复你自身的人性 展现你的无私性 自人无己 无己无私性 然后你也可以 破除你的意识形态 就比如刚才 德明先生说 我怎么跟前先生的 这些观念不同 如果他说 你是背叛者 就向我那个学生 写信来骂我的 那就是坚守在 某一个概念观念中 那么还要德明 不会德明说 我了解了 我不懂了 学术是发展的呀 不是死守的 当然不可以违背 中道 违背传统 可是不是不能发展 恢复传统 这种形态的限制 你就能成为一个通达者 甚至通达 以这个谭逍遥 然而如此 大鹏鸟 仍在现实世界里的 一个具体之物 虽然他无限 然而他 要西迁到 西边的天词去 必须 因为他有具体的存在 他就有一个具体的局限 他就有具体的不自在 他如何自由 他必须凭着 等待 然后凭着 大气 六月大气之变 德明说 他是不是在那个时代 因为看战 他讲这个 鼓励大家 也是不敢说 我建议 德明先生 有这个推论 但是不要把它 解成结论 因为我们不知道 也不能叫前人来说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老人家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做学问 不能推论 要推论一定有法 一定有理责 一定有他的逻辑系 绝不做轻易的主观意测 那么在这种情形地下 他强调打碰 那么我告诉他 这是清以前 所有对读庄子的时候 都有这个看法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 但是我跨越出来 我展现了无限 道之所以为道 庄子之所以为道家之史 道家的代表 就是他展现了 这个宇宙的无限性 所以 北明有余 齐明曰坤 坤之道 坤之道 不知其几千里一眼 那种无限的开阔性 告诉我们 任何存在的具体性 都有它的空间限制 你如何意识它 打破它 我从这个角度说 又跨出了前天人的范围 我不否认大鹏鸟 鼓励人 比较容易鼓励人 立大志 可是它还可以有更大的可能性 而在传统之中 因为有人批评过像 他的这个想法 非庄子之争议 所以思想是前进的 但是不会离开中道 我也不爱跟人家辩驳 这是前一人所教的 歌有主张就由他去 顺天道而行 听听就好 在教课的时候 把这个思想辨明 接受的接受 不接受的由他去 不必在意 这一时的对错 那么现在我在想 请于先生来讲 鬼神之德 他的另外一个 非常合乎于现代科学的解释 来帮我们 打开我们 在面对 什么叫做现代性 现在提供了我们 对以往认知的 所没有触及到的部分 是什么 如果传统没有展现 他的现代性 现在性 现在性 那就是固守的 就是局限住的 宇先生请 欢迎 讲到这些 主要是因为老老师 上场的讲到鬼神之德 他从生命之气 宇宙之气 宇宙的 宇宙的 原始的 这个 能动静 原始的能动静 讲起 那么 这个鬼神之德 这样讲 那么 大家可能会 刚开始可能会觉得 有一些不能够进入 但是我想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人 受到这个老子说的 有 有 跟无 的限制 我们活在 活在这个有 有的世界里面 所以 会受到这个 我们的感官的限制 所以 周庸正也讲说 见之 不能见 听之 而佛闻 那就是 说 人受到了感官 受到了有 的限制 而对于整个的宇宙 包括 尤其是这个鬼神 你很难 去体会大家的存在 像这种限制 会让 就西方科学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 一个空 时间跟空间 上面的 观点限制 也就是说 我们活在一个 有 非常有 时空观念里面 但是 所谓的时空 它是不是 就是我们 透过感官 极限于有 的 那个状态呢 在现在科学 西方的 科学上面 有几点 可以作为 提出来 跟大家分享 也是对 老师所讲的鬼神之德的 一个旁证 那第一个就是 所谓同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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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德国 已经有 发展了两百年了 这个同类医学 这个简单讲 所谓同类医学 就是说 这个药物啊 药物它有分子嘛 药的分子 可是 它 它使用的药物 它不是用 用它的分子 而是从它的 它把这个药物 一直加水 一直吸次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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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倍 总共吸次 二十四次 也就是 十的二十四四方 分之一 几乎这个水里面 已经 没有药的分子了 然后 用这个水 来 治病 那你会 很怀疑 都已经 没有药物的分子了 你这个水 怎么能治病 它就是可以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 它里面 流存了 药物的 信息 就是 就是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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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没有分子 却有 人生 而且这个人生 还可以自闭 那么 德国 就有 这么一套 医学 存在 那 后来 也遭到法国 据说 英国的皇家 他们就是 德国 信息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分子 要的分子 它是它的 这个值 负值的值 就是这个值 可是 它拖开了这个值了 超越了这个值 它不限于这个值 而能够 采取到 这个非值的 那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信息 它能够注意到这个信息 这个值非 属于值的 这个存在 所以这是 值得我们 来思考 也是作为一个旁证 西方医学它 也有 它能够跨越 值得限制的 这个部分 我们 也值得注意到这个部分 第二个呢 对于脑场的研究 它跟 我们 我们台湾的 那个李世成 台大曾经做过校长的 李世成 教授 他 他研究这个 重力医学 这个信息水 到底信息是什么 那么 他研究的结果是 这是一种脑场 脑场在 西方物理学上面 已经研究过 很长的时间了 在爱因斯坦 最早 爱因斯坦在 广义相对论 计算 这个公式的时候 对于 这每一个物体 它有 本身 有它的脑场 好像是 这个 Toshi 这个字 有 每一个物体 它有 它的一个场 一个 这个场 这个场 它会有一种地 可是这个场 又不在 西方所认为 宇宙的四种地 的范围之内 它是第五种地 那个爱因斯坦 它在计算 广义相对论 在公式里面 对于 每一个物体的 Toshi 它把它省略不计 因为 Toshi 太微弱 它觉得说 这个东西 可以省掉 它的数学 很复杂 所以它把它省掉 让它的计算 马上更方便 可是后来 有俄国的 科学家研究 物体的脑场 固然是很微弱 可是 当这个物体 在转动的时候 它的脑场会变大 也就是说 这个 宇宙万物 每一个物 都有它的脑场 也就是说 它会发出了 它的这个 这个场的力 而这个力 也就是说 万物为什么各有各的信息 同类医学里面 对于很多种药 每一种药都有它的信息 也就是说 每一个物 既然有它的信息 而这个信息 跟它的脑场 有关联 也就是说 每一个物 它虽然也许是一块石头 它不一定是有生命 但是 它会有一种主体性的 这个 呈现 这种 这种 Information 这种 这种场地 然后场地 这都是它 每一个物体 有主体性的一种 呈现 像我们 人的生命 是高度 复杂的存在 所以 有我们的精神性 除了我们的物理 生理性之外 我们有我们的精神性的表现 这是属于 高级生命 但是 有很多 事物的存在 它是 比如说像石头 它不像人这样 可是它也有它的信息 跟它的脑场力 的这种 主体性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说万事万物 那你这样子想的话 鬼神 鬼神它是属于 曾经是高级生命 而后 当它的肉体消失了以后 那你说 它有没有 这些基本的 基本的存在的表现呢 晋级跟 老场地 这也是值得 我们 思考的一个旁证 是第三个 在 西方物理学上 在研究除了 量子力学以外 也就是 它除了量子力学以外 它研究引力 是重力 就是说宇宙间所有的力 它发现 到最后 除了量子力 还有引力 也就是重力 这两个存在 是没有办法 统合了 所以它 现在最前沿的研究 就是说量子力跟引力如何统合 所以这个叫做量子重力 量子重力学 或者量子引力学 这方面的研究 要统合量子跟重力 要统合量子跟重力的这两个领域 寻找一个最根本的这个 这个本质 那这里面 就要讲说 所有的 这个量子是 非常非常围长 在这个围观的 围观的世界里面 它的逻辑性 跟我们 所存在的这个 巨观的 巨大的巨 巨观的世界里面的 有一个逻辑性 所以完全不同 我们在巨观的世界里面 比如说我站在这里 或者我站在这里 这是不一样 我不可能说 我同时站在这里 又站在这里 对不对 某某同学坐在那边 某某同学坐在那边 这是不同的 也不可能说 某某同学 它又坐在这里 又坐在那里 这是我们 巨观世界的逻辑性 可是在量子世界里面 那么微小的这个世界里面 它的逻辑完全不同 它是既存在 它可以既存在于这里 同时又存在于那里 还有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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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它是有这种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是说 你统统都在 而不是说我们测不准而已 而是它同时都在 所以没有办法测定 而不是说我们现在仪器不够精准 所以测不准 而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确定 是这样一种存在的状态 这样子的逻辑 那这样的话 在这样的世界里面 它小到那么小 所以现在西方的物理学 它从牛顿的 爱因斯坦的 对于这种巨观的世界 巨观的宇宙的探讨 转到了这个围观 然后从围观的量子的 这种逻辑性 不同于我们有的这个世界 的这种逻辑性 几乎是在一种无的 接近于无的这种情况下 他们来研究 到底有什么不同 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巨观的 这个世界 是怎么样的一种不同的存在状态 存在的逻辑 比如说这个量子 电子也是量子之一 光子 像这个电子 它是原子核外面跑来跑去 可是原子核 我们原来的那个原子模型 它是这样 一个原子核 然后电子绕了它算 可是实际上原子的模型 后来发现 不是量量人学的研究 原子的模型不是这样 电子 它有很多种轨道 它可能在这里 然后突然一下 啪 出现在这里 然后啪一下 又可能出现在这里 它是翘来翘去的 它不是跟你规规矩矩的这样子 像地球绕太阳一样 规规矩矩的这样绕着九大行星 绕着太阳走 不是那样规规矩矩的绕 它是翘越性的 一下绕到这里 啪才跳到这里 它啪一下就跳到这里 不过都是在轨道上 但是它会出现在哪一点 你不知道 像这种逻辑 这种存在状态 跟我们 在我们的世界里面 我们所见到的 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所习惯的那种逻辑世界 这完全不同 那你说 鬼神 它会是什么 它存不存在 如果我们只极限于 我们的视听感官 可能你会否定它 但是 你跳脱了这个视听感官的限制 那你再去看 鬼神是怎么样一种状态 你可以去想 而西方物理学 它对于这种 这种不确定的世界 围观的世界 也就是说 宇宙它可能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围观的世界的这样子 宇宙真相可能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帮助我们 来 做一个理解跟 想象 像这个量子重力里面 像这个它讲通空间 空间 空间 是由什么组成的 它是由 很多很多极微小的 空间的 空间的原子组成的 你能想象 比如说 你在前面四周你摸一摸 什么都没有 这个空间什么都没有 你能想象 这里面 是有很多 很微小的例子 组成了这个空间 我摸不到 所以也贴不到 它到底存不存在 但是 这只是说 提供我们做一个参考 在极微观的世界里面的时候 它可能 有这样子的 空间是 碎叶 由无数碎叶的原子所组成的 这是它的一个说法 以上就是作为鬼神之说的一种旁证 这个也是时空观 时空观的介绍 提供给大家参考 看能不能够对于我们跳脱时空观去了解 去想象鬼神 或者是理解中庸上面所说的鬼神的一个助力 以上 道歉 谢谢 谢谢余先生 大家有没有问题要问他 那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并不是说 这些都是鬼神的证明 很多宗教团体 就用了这些科学性的东西 来做佛的解释 来做为世中的解释 构成的世界解释 来做神佛的解释 鬼神的解释 不是 我们只是 借着它 我们看到在现代科学上 在它也不断地发展中 它发现到这种无的宇宙 而这个无的宇宙 并不是不存在 而是 它基本上是存在的 只是不同于我们 在这样的一个 透过感官知觉所面对的一个有的巨大存在的存在 的认识 然后帮助我们跳脱 我们现有的一切 实际经验 或者既定经验 既定思想 的局限 而在这一章 十六章 从鬼神入手 前面的有 到这里 突然进入到那个无 那么这一章 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提出了传统中国人本身 什么叫做意义 什么是叫做价值 只要存在 不论有 它展现 那个创造的能动性 以及 深知能动性 即使 超越了人的感官认知 它就是存在 就是可以用一个诚 诚恳的诚 来代表 它就是真实不虚 人不能够只停留在感官 也就是所谓聚观的认知中 西方从聚观的认知 然后认为它是绝对的真理 到今天 突然看到了 不同于以往的认知 如果朋友们觉得 他的 于先刚才所说的那种讯息 石头也有他的讯息 只要任何的存在 有他的讯息 那我讲一个例子 我想很多朋友都经验过 有没有 拿那个Crystal 拿那个水晶 它就断断断断断 它就有磁力了 所以很多人爱在家里摆很多水晶 然后要借助那个水晶的磁力 来平衡自己存在的平衡性 就是这个 任何的石头 任何的一个什么的 都有他的那个 所谓的讯息 这个讯息我们用我们可能熟知一点 比较理解的 就是磁力 我们一般都讲磁力 那我忍不住说 我喜欢手上戴东西 戴戒指 千万不要以为我爱美 是我同学的师父 一个102岁的老比丘尼 他是出生于他儿世 他是这个 这个这个 慈离太后最后晚年 晚年最晚年 最后晚年的四个护驾 五身五泥 其中的一个 他们随政府到台湾来 国民政府到台湾来 然后住在辽里 我同学就住在三下 眷区 那他们就住在半山腰 自重自根自食 那小孩子就去偷他的芭蕾 偷他的香蕉 偷芭蕾的菜 他们就出来吆喝赶走他们 那么小孩子一看这比丘尼出来 他们就一哄而散 他们隐居在那里 那其中有一个比丘尼 比较和善 那么看到我这个同学 一直盯着他们看 他就问他 你要什么跟我们说 我们给你 他就大胆 他胆子大 他就过去了 过去了以后 他就说你要什么 就采香蕉 采芭蕾 就一书说 给他 就这样子慢慢清静了以后 然后他就 带他读书 读四书 他后来读 这个中文系 我想年纪大一点的会知道 台大附近不是有一个叫做东坡居吗 有没有 后来到文林路上又开个东坡居 就那一个姓苏的 就他师父 我之所以对密宗有一种敬重 那么同时也了解到 是咋老人家讲的 密宗基本上有一半是巫术 所以他跟一般大圣佛学完全不同 和小圣也不一样 那么 他在 他把文林路上的东坡居租下来 那是个凶宰 但是那个凶宰不是有人在那里面去世 而是什么 而是那个方位不对 所以没人租 很便宜 只有一个敢于租的住在顶楼 一个道士 所以他就把那个 一二三 三层楼全租下来 他本来是一栋大楼 然后 他就告诉我们 没问题的 风水是可以由人做出来的 风水是可以由人做出来改造的 那我就想到门南语 这红队 是可以做风水的 那他就改造他那个一二三层楼 成为吉利之处 他就叫我们出去 他就叫我们出去 一个多钟头回来 他拿那个罗盘 我们先出去的时候 他就拿那个罗盘给我们看 他把他整个的磁场编掉 那我就看 看着他 每个角落当中 房间也好 屋子 都放多有的东西 晶片银片 还有孔雀 这放在墙上 那么还有所谓的 这个这个这个 水晶大石头 等等 我就问他 我说这些对师父 你所做的改造 是不是也是一种助力 他说没错 然后他就说 我们整个宇宙 就是一个大磁场 它并不平衡 它随时变化 那么我们人体 同样是一个小磁场 我们如何维持 在大磁场中 我们这个小磁场的平衡性 他说佛家中的七宝 就是平衡我们的 你们身体不好的 应该带着 帮着平衡 有金链子的带点金链子 有银链子的带点银链子 有珊瑚的带点珊瑚 有玛瑙的带点玛瑙 琥珀的带点琥珀 车举带点车举 帮助你平衡自己的身体 就像琥珀 顺人的气 玛瑙 增强人的能量 等等 这个时候 讲着讲着楼上的 道士跑下来了 带着桌子 你们是不是来跟我斗法的 原来他的这个改造就震动到他 我吓了一跳 结果大家解释清楚 他说好 那我懂了 我知道了 他就搬家了 他说你的法力高 你影响了我 他就搬家 那在那个东坡居里面 文宁路的东坡居里面 就有一个佛堂 一个大柜 一个大牌子 然后平常都拉着 它里面就供着 一百个佛头 猴头 猴的猴头 猴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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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子 Right 然后中间有一个又像人又像猩猩的猴身体 宇宙力量磁场的这个树 所以密宗中有很多的神通 他说神通不是什么 就是宇宙这个力量的展现 我听了他因为亲眼见他 所以我就带上我可以带的东西 你维持我的健康 所以提供你们做参考 那么后来他104岁 他说他要回泰尔市 就叫我们那个同学把他送回去 他要死在泰尔市 他是从泰尔市出来的 他是花教 花教系 那么然后就告诉我那个同学 你所有的东西也就到这里为止 所以你去隐居 不要再来外面做任何的事情 我不足以保护你了 因为原先他中文系出来以后 他就去做情报去 就到大陆上面做间谍去 然后几次经历生死 他都在走之前 他就把他算好 告诉他这一次会遇到什么事 最后一次 他说我会去香港等你 你受伤再重 不要想办法 你要沉住那口气 赶到香港 我能救你 因为你的命都到你去 所以等到救起来了以后 他就说 他就说 辞职退休 然后做生意 然后你还有多少时间的财 财意 好像办一个有十几年吧 后来不就惯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以后 我对尾声之力 不敢轻易随便说 No 就是敬重 当然 儒家不与怪力乱神 那保持恭敬 前言说的 学术就是让我们 对所有的这些事物 保持一种尊重 及其客观性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还有没有问题的 我们就下课问 我们下个礼拜还唱课 所以不急 就下礼拜再问 今天因为时间过了 好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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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